再給塔幣 打球線附近的起跳 這個球再塞到進去 塔幣要來單打 哨音響球也進 應該至少兩次犯規 加法進 運動系統之所以三分間外圍 有那麼多投射的機會 基本上大家可以看到 早期的這個 擺脫的對手拿下兩分 不過籃底下看起來還是塔幣的家 對方也推了一下 再來一個N1 等上你就是 要限制塔幣走到進去 王柏子你根本不用考慮到 搶球這件事情 你就是把塔幣整個推到這個 進去外面讓你的隊友去搶球 可能他這一推受傷 其實頌憲是一名得分能力非常好的球員 是 提前拋還是躲不過 塔幣 塔幣這個球 我的天啊 那田昊這個球很有創意 比較可惜 在三分球之後現在回到 十分差了 因為塔幣也得分 這一個轉換快攻 塔幣提早在進盤 高難度挑戰 田昊也拋一個 但是塔幣抓到進攻籃板輕鬆放進 身上他還背著三打克老師沒打掉的球 塔幣再抓到 塔幣再抓到 塔幣再一個N1 塔幣接球 王柏子 沒抄到之後被他直接 Thank you very much 這個球 王柏子今天首度得分 送進去塔幣 楊靜民的先方 找不到任何好的出手機會 塔幣來了 飛上去 爆扣超前比分 球隊的節奏 算是新生代的後場組合 塔幣要小心 真的是太高太長了 而且他在第一位他的 工程師當然還是擁有著絕對的優勢 塔幣 球隊撥了一下 直接找籃框 這一截他也不讓了 對 真的 高國豪的外線沒有 籃板球 落在塔幣手上 李佳麗這個球 幫了大忙 陳建恩 在嘗試一個外線沒有 塔幣 相當曼妙的空中轉身 八籃板 王柏子也不敢犯規了 這個球犯規可能也是 精算加法而已 打比 包夾他 還是沒用 李德威也不敢犯規 現在塔幣在內線前 這個小球送進去 田浩 助攻塔幣 也需要有好的體能才行 塔幣又持球了 這一分放得很輕鬆 而且對方 很厲害 塔幣的掩護 然後塔幣落位 Row to basket 好輕鬆